我這樣子的人民 在學界 在法界 甚至在政界 很多人都有聲音 就算是民進黨籍的立法委員 其實也都不是完完全全同意 我們現在看看 藍綠的這個明代 其實都有一些看法 包括了民進黨籍的 立法委員鍾嘉賓說 我們現在思考的應該是修憲 還有廢監院 他覺得這個才是No.1 No.1 這個是上位議題 那你們監察院 這個人權委員會底下這些東西 這個是次要的 這個是下位議題 這不是重點 你們現在一下子拿來修法 一下子說要再把這個法撤回來 又要另外再提什麼 人權會行使法 搞得大家太亂了 這不是重點 他認為修憲跟廢監院才是重點 那你們這個所謂人權會 短時間內你要行使職權 的確是綁手綁交 你要怎麼罰 你罰了之後你可以對個人嗎 監察院可以糾舉個人嗎 問題實在是太多了 國民黨的林維舟就說 如果說努力 因為他們是立法委員 他們要修法 說好 那我們現在就配合 如果說我們努力完成了 人權委員會的修法 好不容易修完了 那上位機關 就是上面的監察院 我們剛才講的被廢除 那不是正下位嗎 不是做白宮嗎 對啊 所以難得民進黨 還有一位中嘉賓 他是民進黨團的幹事長 他還有這麼清楚的腦袋 因為這就是先來後到的問題 你今天如果重點是在廢監察院 那我們就修憲 修憲廢院之後 我們重新再來討論 我們國家人權委員會 切身未明到底要放在哪裡 合理 但是你已經要廢了 我們剛剛劃掉的這些 就是劃掉了 怎麼會還有下位的東西 組織不就是都這樣嗎 中嘉賓的意思就是 我有舉例 因為我開麵店了 你好比一家店要收掉了 我要把某一個東西 拿去做外賣 結果我是把店越開越大 但是我這個外賣的東西 如果我到時候 整個店都廢掉了 我外賣都沒有做準備 我會有爐子煮嗎 是 好 我們現在趕快來 請教專家 解答我們剛剛的疑惑 這是政大法律系的副教授 廖元豪 廖老師好 廖老師好 你好 老師 我們剛剛討論這麼一大堆 也許觀眾朋友不是很理解 因為監察院 老師在報上的評論也說了 監察院其實有他的職責 如果他狹下有多了一個 國家人權委員會 那他修法通過了 假設可以對人 私人像我們這樣的個人來開罰 他可能要調查我 然後我不服 他來開罰我 這樣子有違憲嗎 那有侵害到所謂的人權嗎 這是非常有問題的設計 因為在憲法上 監察院可以彈劾 糾舉 糾正 還有調查 這四個權力都是針對政府機關的 或公務員的 這是憲法寫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監察院可以去調查政府侵犯人權的事 可是如果他要調查私人 這不是憲法給他的權限 所以這是第一個 憲法沒有給他這個權限 第二個是監察院來做這個事其實會很可怕 因為一般的行政機關 他有他的管轄範圍 譬如說我是環保局 然後你違反環保我可以調查你 我是勞動局 你違反勞動人權我可以調查你 那監察院可以調查什麼 監察院從頭到尾他認為你可能違反人權的事 都可以調查 所以如果這個權限放給監察院 他的範圍實在是會太廣 太廣了 所以在我看來這個是違反憲法給監察院的權限 而且這個也有侵犯人權的嫌疑 老師所以有一些評論者他說 這個恐怕是白色恐怖腹皮 或者是另外一個東廠 有這麼嚴重嗎 這當然最後你就要看監察院 他怎麼行使這個職權 就像我剛剛所說 一般的行政機關在調查跟處罰 他是有範圍的 法律給我調查 這個性別工作平等法有沒有違反 我就調查這個事情 那但是監察院他沒有範圍 他到底你可以調查什麼事情 非常非常的廣 然後他罰了以後 請問你要去哪裡救濟 是不是照一般的行政機關處分一樣 像法院救濟呢 那如果這樣 那讓法院或行政機關來做就好 監察院到底有什麼特別 所以我覺得你這同樣的權限 你給監察院做 他的權限會非常非常的廣 然後不容易受到監督 所以我不認為讓他來調查私人 是一個好的設計 這個確實有濫用的危險 是 監察院在底下設這個 所謂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他說這個是依照這個聯合國的 巴黎原則來做的 那可能很多觀眾朋友不知道 什麼是巴黎原則 雖然我們剛才有大略的講一下 所以這個巴黎原則很厲害嗎 我們一定要遵守嗎 因為巴黎原則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必須 就是有一些人的調查權 或是裁罰權 是這樣子的嗎 請問廖老師 如果要設這個照巴黎原則來設 其實是可以的 但是他就是不能放在監察院 你如果放在其他機關 例如放在行政院 放在這個立法院 那他也許都可以 但是你要調查私人 這個在我們的憲法體制下 他就會發生困難 事實上聯合國的各個簽約國 他們要設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時候 一方面要看巴黎原則 但是最後還是要回到 他每個國家的憲法 他每個國家的法制 如果不合那個國家的憲法 那對不起 就沒有辦法照那個方式來做 所以聯合國是個巴黎原則 那是原則 而且我國目前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那這個東西 我們最後還是要回來看 我們的憲法怎麼規定 而不能說有那個原則 我們就亂放一起 這個其實會是有問題的 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廖元豪老師 接受我們的視訊訪問 謝謝老師 再見 謝謝 所以他講得很清楚 對 他講得很清楚 就是有這個巴黎原則沒有錯 可是人家也沒有說 你一定要遵守 更何況我們也不是聯合國 就像聯合國一樣 對 我們也不是聯合國的成員 那沒有關係 我們要遵守也可以 可是不能違憲 憲法應該是我們國的最大的 最高的指導原則 我們是一個獨立的行使職權 憲法的國家 所有的東西只要到台灣 只有一個東西最大 就叫做憲法 要不然你就有種你就修憲 那乾脆你只要把巴黎原則 放在憲法上面 你乾脆把國際公約 全部都放在我們憲法上面 我們台灣從此以後就沒有憲法 或者是有憲法沒關係 我們上面都是聯合國 所有的公約 法條 原則 以它為主 那我們憲法就按照這個來修 我們就修了跟全世界一樣 那就OK了 老師的意思很清楚的 就是我們本來就有自己的憲法 就像蓋一個房子的架構 你要做什麼 放進去 按照我房子的架構 現在不是 我現在每個東西往裡面丟 別窗架屋 對 我在房子上面再蓋一個 亂丟一起 再蓋一個 後來這個房子會像房子 這是在騙我們都不懂法律就對了 不過老師告訴我們 終於知道要守法 這個精神非常重要 不過如果說你單純就字面來看 國家人權委員會 講到人權就覺得 人權 我們一定要尊重人權 對 一定要尊重人權 眼前其實就有一個人權的事件 小明大家可能都已經忘記小明了 有一個例子是一個陸沛 他的女兒當然是跟前一段婚姻生的 可是那個小朋友很小很小 就來台灣唸書了 因為疫情的關係他在對岸 最近他其實他也出現很多次 在鏡頭前面下跪 流淚 希望陸委員會可以讓他的女兒 可以回到台灣來唸書 繼續唸書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生病了 可是好像一直被打回票 今天有好消息 他的女兒終於回來了 我們先來看看這一段畫面 不能抱抱 不能抱抱 媽媽真的好想你 不能想你 不要哭了 媽媽等你回家的路 等她好幸福 感謝蔡英文總統 感謝陳時中部長 感謝長官 可以聽到媽媽 聽到我的聲音 讓我的女兒回家了 謝謝 謝謝 真的很感謝 其實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覺得很難受 因為第一個 這位郭小姐她是陸沛沒有錯 她大陸人沒有錯 可是她嫁給台灣人很久了 她有中華民國的身份證 你要不要承認她是中華民國的公民 她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她的女兒 她前一段婚姻 她很小就把她帶來了 這個小朋友 現在已經很大 大家看那個畫面 就是穿白色T恤的這個女孩子 應該已經高中了 她是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 你要不要承認她 那他們是骨肉 那你要不要讓他們團聚 那現在其實是用特案 大家要清楚知道 小小民 以及六歲以下的小民 你現在才能回來 六歲以上的大小民 是沒辦法回來的 那為什麼這個女孩子可以回來 因為她媽媽挨墨了 講難聽也就是快要過去了 所以特立讓他們團聚 那你看看那個媽媽 穿橘紅色這個媽媽 郭小姐 在鏡頭前面這樣子 一直鞠躬 謝謝 好像你會回到古代 青天大老爺 謝謝你 讓我們可以團圓 那這個有沒有人權 我覺得這個就沒有人權 那陳菊 要不要先來解決小民問題 我覺得前者講得非常好 你剛剛最後一段講的就是這個 就最大的荒謬 我們現在不是標榜的 而且我們希望 期望有一個國家人權委員會 所謂的人權 就是所有在這個土地 被認同是我們中華民國 包括我們台灣是屬人主義 你是我小孩生的 我就當然可以有這個 只是我們不能雙重國籍 其他另外再去看 你要去放棄哪個國籍 但是你畢竟就是我中華民國 當然的國民 你只要放棄就是我的國民 對不對 那就代表你有我這邊 保障的人權 前子 這個畫面你告訴我 有人權嗎 一個正常人權的國家 應該本來就享有 他的這些權利 怎麼還會謝謝總統 這個本來就是 他應該有的基本人權 他求來的 他可能是求耶耶告奶奶 到處去哭去跪才求來的 是 有這個畫面 就代表我們沒有人權 有這個畫面 就代表我們沒有人權 因為你有大陸血統 所以你不能有人權 這個就違反了國際人權 你就違反巴黎協定之類的 第二個 你有特案 那就代表其實是可以通案的 你如果完全都不行 就代表這個連動都不能動 你進來不要告訴我 你媽媽得癌症 或者你家有多困難 就是不行 可是你可以讓這樣子的人回來 其他的為什麼會又要被阻擋 那個就是一個非常奇怪的文字邏輯 你既然有特案 為什麼不能把特案研究成通案 只為了六歲 六歲跟六歲兩個月有什麼差別 你媽媽有生病 跟我家裡面有經濟困難 跟我想求學 這種的國民基本人權需求 又有什麼差別 只不過他是小民 我覺得這個就是違反人權 我們要得這樣子的一個人權組織之前 先思考看看我們腦袋改變了沒 所以台灣人權的確是不進步 我也期待我們的國家人權委員會 在城局的代理下 可以真的把這些違反人權的 違反人權的這些事情都破除 我越看越荒謬 一直謝謝我們的總統 謝謝我們的皇上 那不就是皇權嗎 好 不要生氣 下一個節目